眼睛呢 哭着喊着 非得来找帮生来玩 我就带她过来了 行 嫂子呢 她有事 行 我带你们上去吧 好 走 骑大马 驾 驾 走 走 骑大马 黑彪大哥 骑大马 玩去吧 让你接下来 没有 没有 那个 她妈不在 这雅妮呢 非得今儿啊 要跟孟生一起玩 所以我就带她过来了 不好意思啊 打扰了 快起来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活动身体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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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生哥 这是我爸爸童话七国带回来的一对玻璃球 这边有树 好看 这个臭小子 你说什么呢 你把爸爸的秘密都说了 臭小子 来 让大树抱你们一下好不好 抱你们一下好不好 我抱你们到院里 在院里骑大马好不好 好不好 走嘞 上院里骑大马了 骑大马走 骑大马喽 骑大马 听说前天大少爷在府衙 是蛇战群魔大出风头啊 怎么到了我这儿 反而拘禁起来了 在府衙是面对恶人 在这儿是面对亲人 亲人会违背自己的诺言吗 兰兰 我知道 我对不住你 是我辜负了你 我回国之后发生了很多变故 我爸又突然去世了 为了遵守我爸的遗命 也为了挽救妖窝矿 迫不得已 我只能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我知道我自己辜负了对你的承诺 面对这些突发其来的状况 我也很无奈 后来听说你嫁给了黑镖 我也觉得很意外 你的执着和仗义 我一直没有勇气去面对 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聊一聊 没想到 在这样的场合相遇了 我不想改变什么 只是想当面向你问清楚 你知道我最恨你哪一点吗 在我们那次冲动之后 你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你就能另娶他人 我当时就在想 难道他跟我说的话 他都忘记了吗 好在老天爷都眷顾你 让我没有嫁错人 他是条汉子 我看得出来 别别对你和孩子很好 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我们现在 都各自有了家庭 过去了 就让他过去吧 樊昊 其实我挺敬佩你在事业上的执着和坚持 你也算是个幸运的人 遇上了蔡美娟 她是个好人 好好待他 好好待他 至于孟生 他是我和黑镖的儿子 我会用我的一辈子 用我的生命去保护他 兰兰 感谢你这番话 让我如释重负 我也是 毕竟是个 Parets用不水 来呀 来啊 来 来 来 哎呀 哎呀 妈 把我交给你妈妈处理行了 好吧 那站起来吧 站起来吧 那我们罚她 跟楼上的那个叔叔说话好不好呀 好 好 好 逆逆 你来教哥哥写字画画好不好 好 走 走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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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请 请 还是你们这些刘洋的学生厉害 把洋人的狗腿子搏得体无完肤 你们的事我都听大牛说了 借着辫子的事奚落了狗关 让平日里作为作福的狗关 能够跪在你们面前 敬佩 这王永昌 几次三番地加害你我 为的就是一石二娘 这次他没得逞 这肚子里不一定憋着什么坏水 咱们得小心点 他就是汉奸 走狗 我并不怕他 我和他之间的账早晚都得清算 安侯兄弟 以后把药窝矿的药杆子 挺直了给洋人干 我会帮你的 我看用不了多久 我们这辫子就该捡了 对了 我有一个朋友叫燕夏兰 是我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 我看你们有相同的志向 我想把他介绍给你认识 如何 好啊 凡是跟腐败的朝廷 和洋人势不两立的 都是我黑镖的朋友 儿子 儿子 玩得高兴吧 高兴 妈妈 妹妹已经走了 妹妹走了呀 好不好玩呀 好玩 去吧 臭小子 你们 聊得怎么样 聊得挺好的 凡昊 我们都快成兄弟了 我心里的这块石头 总算是落下了 以后过去的事都不要再提了 说心里话 凡昊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 现在像他这样的读书人 不多了 天色不早了 要不 你今晚就别走了 真的不行 明天胡彪去山海关 我必须得回去 得跟他们交代一下 兰兰 你和蒙生在这儿 一定要多加小心 一定要多加小心 幻常那帮人 不会善罢该休的 我知道了 你路上小心 好 不不得了 行 救命啊 透水了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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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家 救命啊 救命啊 放手了 快来人家 快来人家 救命啊 救命啊 大少爷 大少爷 快点出事了 大面积透水 几十号人被困在井下 陈三 大少奶奶 慌慌张张的 出什么事了 是矿城出事了 矿城出什么事了 有七八十名矿工 被困在井下了 警报都拉响了 大少奶奶 这看来够严重呢 陈三 你去备车 大少奶奶 你 咱们一起去矿城 西花 你在家把孩子看好 记住 千万不要跟老夫人 说这件事 走 妈妈 妈妈 驾 情况怎么样了 底下透水 有七八十个工人 都被困在下面 我们已经在井口 带好了指挥所 走 不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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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让一让 大家都让 大家让 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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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还有很多 还有昏倒的 看看他们 大家不要急 不要吵 大家静一静 静一静 静一静啊 静一静 人我们一定 想办法救上来 这时候千万不能乱 大家先回去吧 大家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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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不想回去 大家先回去 陈三儿 再快点 好嘞大少奶奶 大少爷 你快说一说 我警下的情况 好的 蒙少爷 叫我翻好 好 四大狂难 水 火 瓦斯 茂顶 现在的危险是 前一种和后一种 庶景六百米深处 七号水平航道 已经被燃 逃出来的狂空说 水位已经齐腰狂了 但地下水还在不断上涨 它们可能会被磨定 麻烦的是 通风空间狭小 七八十矿工被困在了下面 氧气会越来越稀薄 里面很可能会造成瓦斯聚集 施酒难以通行 会有很大的危险呢 现在这个位置 就是七号井透水的位置 范锡师 现在排水情况怎么样 七号水平的泵房进水 一旦被泉 会面临着停机的危险 如果把备用泵全部都用上呢 上层的已经全用上了 显然还不够 除了排水 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还有一个办法 但必须禁人 即使找到他们 在透水末顶之前 把他们救出来 但这样做太危险了 因为地下的情况不明 瓦斯 茂顶 塌陷 一切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万一下面的人救不上来 进去的人 也有可能出不来呀 好了 我明白了 你现在只要告诉我 人怎么进去 鲍尔文先生 特大喜讯哪 什么喜讯 腰窝矿发生了透水 七八十个人都困在井下了 这是喜讯吗 老怀 马上向林矿求救 请求抽掉水泵 好 离我们最近的是开瓶矿 老怀 去 找何华说明情况 请他帮忙 大少爷 开瓶矿可是咱们的对手啊 是啊 少爷 他可是我们的对手啊 真是我们对手 行了 现在矿难 才是咱们唯一的对手 快去 洪叔 先保证七号通风顺差 从回风口进人抢修 再向三号 五号强力送风 好 大少奶奶总会有办法的 先生 你不能进 我来找何华先生 先生 你不能进 让我进去 何华先生 有物况有难了 闻家先生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我马上组织人 带上三台抢马力的水泵 和备用抽风机 去支援你们 好 谢谢 放心吧 好 就这样麦 好 谢谢 我们走 快 快 快 在哪儿呢 二少爷 在哪儿 这边 来 小子 范锦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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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回风口 抽风机受阻 大概 大概是七号航道的回风通道 被他往碎梅块堵住了 范锦师 像这种情况 井下的人还能坚持多久 顶多几个时辰 倒点几个时辰 三个 有可能更少 要下去多少人 多大把握 大概要七八个左右 也就两成把握 就算有一成把握 也要把人救出 姐 姐 大牛怎么了 妖王矿出事了 井下透水 起码是个工人 都困在井下 老爸好像正当伴 孟凡浩也去了 彩莲 快帮我看着孩子 不行 我得带着他去 走 抱手 妈妈 我们要见谁 去见老爷 还有 还有 还有谁 大牛 快抱着走 快 快 驾 驾 驾 大家惊一惊 惊一惊 听我说 我们商量了一下 现在唯一的 也是最危险的 想救方法 已经决定 救援队 从三号航道 下到飞弃的五号航道 通过坍塌的位置 再从竖井 下到透水的七号航道 打通障碍 把里面的七十多个人 接应出来 如果不这么干 再过三个时阵 井下的弟兄们 就会危险 这期间 必须打通茂顶 时刻小心瓦斯的聚集 大少爷 咱们救人 我们是听明白了 可是谁去呀 我 另外 我还需要八个 身强力壮的人 一共九个人 跟我一起下井 这次下井 可能会被淹死 压死 闷死 但那也要赌一把 用两成的希望 救出七十六条人命 四十分 到你了 赶紧叫牌了 鲍尔文先生 我实在想不通 何华先生 为什么要带着人 还有咱们开瓶矿 都舍不得用的 新潜水泵去帮人家救矿难啊 他们透水死上几个人 不是对咱们更有利吗 王写吧 你的智商的确是很低 要我矿与我们的矿脉相连 如果他们不把透水解决好 我们也会遭殃的 您这么一说 我就明白了 您这可真是老毛深算哪 不 足智多谋啊 何华先生带来新的水泵和秋风机 来支援咱们了 何华先生 感谢你的帮助 也算是将功不过吧 谢谢 大少爷 我在井下干 我跟你一块下去吧 不 老海 你留在上面 跟范锦池指挥 另外 你帮我办一件重要的事情 好 你马上找到 这一带的前表层的老塘积水 组织人 把渗水的口子给我堵上 好 何华先生 请你务必顶住 矿区的心脏电气房 一刻都不能出现问题 你放心吧 美娟 崔喜 你们立刻到矿山医院 找英国大夫莫海 让他们拿着社会的药材 马上跟过来 另外组织人 在里面搭建一个临时急救所 家属们充当护理 哥 我跟你一起下去吧 井下你不熟 你不用去了 赶快去准备担架 再生井口待命 好 我一会儿过去 谁愿意跟我一起干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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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二十岁还没到 媳妇还没娶呢 别去了 你也别去了 老田 你家里父母有病 需要照顾 也不要去了 这样 四十岁以上的 拖家带苦的 都把手放下 放下 你是家里的毒苗 不用去了 还有啊 有女没男的 也不用去了 大双爷 您家也是有女没男的 谁说的 我弟弟繁华 会给孟家接上香火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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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个人 跟我来 还有我 孟叔 您您最大 别去了 没我和他哪儿行啊 我可不想让警下的弟兄们 被瓦斯闷死 大少爷 您就让我去吧 行 那您就把这个酒葫芦给灌满了 带上 快走 爸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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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们怎么来了呀 爸 爸还不是像往常一样吗 上井下井啊 哎哟 我的乖乖孙儿也来了 哈哈 好好好 嘿嘿嘿 你也来了啊 跟老爷说 等您回家吃饺子 老爷回家吃饺子 好好好 父叔 雅妞儿怎么没来 好孩子 雅妞儿在家呢 别婆婆妈妈的了 还有谁啊 算我一个 好小子 去 拿个黄鸟笼子 交给大牛 丫头 包点饺子 别忘了动动点韭菜 回头 我让弟兄们到家里喝个够 现在给大家一点时间 跟各自的亲人去交代一下 好 走 走 那еж习 兄弟们 下井 好 来 来 这边 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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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正好 把这些箱子全部都搬走 以后这边有布床 好不好 来 二 三 好 好 好了吗 行 我们去那边 来来来 来来 快快 快 这边啊 快 快 快 靠靠靠靠 跟上 快点 快点 你们看 前面就是通往 第七杭道口的小树井 现在他方啊 给堵死了 砸给他 等等 这儿有瓦斯啊 得小心点啊 大牛 把衣服脱下来 把大锤裹上砸 好 大少爷还堵这个呢 真不愧是刘洋回来了 来 哥 慢点 好 小心点啊 被我 被护护里 好的 大牛 多拽几下 好 来 人帮一帮 大牛 注意观察瓦斯 别给老子断了后啊 没事 小心哪 大牛 好 等一下 要注意观察 多做记录 我给你 怎么样 指数都正常了 来 我看一下 交给我吧 好 何华先生 何华先生 水泵都已经放下了 已经开始工作了 好的 老唐渗水怎么样 正在堵漏 小心一点 慢点 把距离都拉开 一个一个来 小心啊 有人吗 有人吗 有人不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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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 救你来的 有人没有啊 有个生啊 又没有人哪 常规的 把所有蒸好的馒头 送去矿区临时指挥所 那你得有个数啊 我们要五百个 我们这是查破 垫小 一时拿不出这么多呀 有多少算多少 继续蒸 好 来 慢点 妈妈 孟生 孟生 来 到妈这儿来 来 美娟 这是我们在其他小店 买的些酱牛肉 还有些咸菜 等妈妈 再来 真乖 有人吗 有人吗 我们来救你们了 我没有人 我们来救你们了 有没有人 真的 小心 小心点啊 有人吗 大家都小心点啊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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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有人吗 有人吗 我们来救你们了 何华先生 孟夫人 麻烦您了 喝杯咖啡吧 孟先生还在静下 我只能尽我最大的劳力 必须要保证万文师 辛苦了 不要客气 对了 还有吃的 不用了 拿给他们吃了 你先过去吧 是 您去忙吧 去那边 来人哪 我听到声音了 有人来救我们了 有人来救我们了 太好了 有人来救我们了 他们在前面 快 都没事吧 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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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这儿啊 少爷 你看 安静 安静 现在还不是欢呼的时候 瓦斯还在聚集 咱们想办法赶快撤离这里 一会地下室再上来之后 有冒顶的危险啊 大家听我说 所有人派有队 宝树 一个一个地往外走 明白吗 明白了 冯叔 你在前打头 好嘞 冯叔 你去中 好 我跟大牛断后 跟着我走啊 来来来 跟着我走 快 走 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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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快 一 后面的跟着 来 正好兄弟 快点啊 快点啊 走走走走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大家跟紧了啊 注意安全 去 到前面通道提升警口 就上吊楼升警了 多快点 小心脚下啊 来来来 走走走 走 后面没人了吧 没了 走 走 这瓦斯是越来越奴了 我得到前面去看一看 对对对 走走走 跟着 好 来 小心点 没人了吧 没了 快走 小心 小心 燕齐日夷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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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边 喝点水 好好好 回来回来回来 军队还差两个人 还有樊号 红武 大牛的 我们这个吊龙人把他马上升警 刚看不见时好像里面轰隆的一声 是不是塌方了呀 你 你们怎么不等等他们几个呀 我们必须听大少爷的命令 大叔 就算爬 也要爬到警口 能多救一个 是一个 我们 一定是那个口子塌方了 不好 塌方了 大少爷 大少爷 还有大牛 都在里边呢 都在里边呢 大牛 别慌张 不好了 大少爷和大牛 都还在里边呢 小大风 刚才那边 堤子的岩层 禁不住七十来个人的寡三河震动 我是大猛名 别慌别慌 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空气会越来越少 得想办法 在这石峰当中 叫还一条风 现在没有工具 人肉少 怎么办 是怎么办哪 来 去 去这石门 弄几个人真生梦 等下回事 好 快点 快去吧 你们不能进去 你们危险了 不能进去 放我进去 我要救大牛 放我进去 冷静点不能进去 快走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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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能进去 你们不能进去 你们太危险了 你怎么来了 不能进去 你来了 都给我退下去 谁要是再往前走一步 我就对他不客气 你把刀放下 一 二 三 来 再来一次 好 再来 一 二 三 来 加把架 好 一 二 三 走 快走 你把刀放下 谁不让一下去 你就对谁不客气 那就对我不客气吧 大少男男 你要相信凡 expensive 洪叔和大牛 他们救了那么多人 他们会自救的 再说你下去 有用吗 我也想下去 我也想下去跟樊昊一起死 如果你非要下去 好 那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就死在一起好了 小姐 你别冲动啊 让我 把门打开 蓝蓝 你不能下去 让我下去 蓝蓝 你不能下呀 你这是干什么呀 蓝蓝 我都放下了 听爸的话好 矿上有规矩 女人不能下去 要不然不吉利 大双奶奶 凡好他们不是迷捏的 不会有事了 放心 好了好了 大家散了吧 该回家回家了 不许便 少年 rap 你也有缺随便 你怎么好 一 二 子 起劲 一 二 来来来 来动我 来 再来一点啊 一 二 一 大牛 别毁心 别毁心 这老天爷 把咱哥俩埋在这儿说话 哥 咱俩也算是生死与共了 我爸他应该生警了吧 这会儿应该差不多了 兄弟 哥 对不住你 你还这么年轻 哥 你怕吗 怕 我当然怕了 踏风那一刻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恐惧 但是现在我不怕了 为什么 是吗 就算是 咱俩真的出不去了 但是你想想 想想被咱们救上去的那些人 还有你爹 洪武 他们都能平安回去 他们都能平安回去 我觉得 咱们俩的命 换七十多条命 知道了 知道了 哥 跟你说句实话 我特别想让你成为我的姐夫 可你却娶了蔡小姐 甩了我姐 好几次 我甚至想杀了你 为我姐出气 可后来我知道 你是为了保住妖窝矿 跟洋人 汉奸 一次次较量 我敬佩你 尤其是这次矿难 你能跟我们一块救人 你跟黑镖大哥一样 都是挑汉子 兄弟 你能这么说 就算是死 哥也迟了 哥 哥 咱俩死没事 我就怕我爸 我姐 他们想咱 大牛 不许哭 大牛 你听我说 哥 咱俩不能在这儿等死 就算用手挖 也要挖出一条生路来 知道吗 大牛爷 大牛爷 有声音 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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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来 来 来 就来那么一点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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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有救了兄弟 来 来 来 把劲儿 哥 爸痛了 好 快爬出去 走 大少爷 快 把大少爷和大牛拉出来 大少爷上来了 孟帆浩身为富家一方的矿主 却不惜姓名去解救矿工的精神 感动了腰窝矿上下几千号矿工 也感动了美国人何华 自死之后 何华与樊浩再无介意 此外 樊浩与大牛 美娟与兰兰 也在共患难后化解了心结 不再对对方有所惩戒 哎 哎 雄叔啊 咱大少爷真是了不起呀 救了矿山那么多人 这次啊 真是多亏了你们了 樊浩 你们救出大家之后 又在井下 呆了整整一天一夜 梅娟儿 直到 我在井下的时候 想什么呢吗 想什么 不再想 咱们这一世夫妻 还没做够呢 再要有我一个人 还七十多条命 迟了 你别说了 我们回家 我们和德塔公司签订的 购煤合同还差多少 还有近百度没有完成 他们是不是在搞什么 投机买卖 德塔公司这次的购煤数量 实在太大了 报仁先生 王永昌 他肯定是看了 这份报纸上的消息 才找到德塔公司联系的 还听说 德塔公司 把低价收购我们的煤 转让给了腰窝光 这是真的吗 我会去查 报纸上的消息 一定要想办法证实它 尤其是 一定要搞清楚 这一次德塔公司 是不是把这一批煤 卖给了腰窝矿 查一下腰窝矿 最近往天津和各地的 运煤记录 就知道了 怎么去查呢 只要 我们查到那个船运公司 就可以搞清楚了 腰窝矿运煤大逗走水路 我们这一次 本可以 借着腰窝矿透水事故 给它们造成沉重的打击 然后就可以趁虚而入 加快我们对它的并购计划 如果德塔公司 真的把这批煤低价地卖给它们 而它们又高价地卖出 它们就能够度过这次难关 那我们的希望就又化为泡影了 都怪这个愚蠢的王永诚 听着 让枣杠子探听传言老板的事 同时要密切注意 腰窝矿的动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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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